我们再来说一说高空抛物 这个话题我们真是隔一段时间 拿出来跟大伙说一说 我觉得真的是没办法 谁让总是有人不顾他人危险 什么什么都从楼下往楼下扔 那么这一次呢 是一个姑娘从十楼扔下一把菜刀 菜刀听着就怪吓人的 事情呢发生在四川成都 一个公交站点 当时呢是早上八点多 不少乘客都在公交站等车 突然砰了一声 大家也都吓了一跳 再一看砸到地面上的东西 那更是吓得汗都下来了 竟然是一把赠名瓦亮的菜刀 大家都吓了一跳 天降菜刀啊 这什么情况啊 万幸呢当时这菜刀呢 是砸到了公交车的车顶 没有砸到人 要不然说这个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菜刀肯定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 那一定是有人扔下来的 于是呢赶紧报警吧 报警之后呢派出所民警 立即赶到了现场处置 判断这把菜刀呢 应该是从距离公交站点 十米的居民楼上扔下来的 那民警呢立即进行了摸牌走访 询问车站附近小区的物业 把玩后得知 唯一异常的呢 就是小区一对吵架的情侣 那随后呢民警在该小区住宅内 将嫌疑人周某某抓获 周某某和男朋友呢 是小区十楼的租户 两个人凌晨是外出吃夜宵 直到了早上七点多才返回 两个人当时都喝醉了 然后呢就因为琐事发生了争吵 这光吵吵还不够 情绪不稳的周某某呢 就把客厅桌子上的物品挥落之后 又从厨房拿出一把菜刀 从窗口扔出去 随后呢菜刀掉落至距离 小区大概十米的公交车车顶 又弹到了地面上 经过初审呢 周某某对自己醉酒后 因为琐事和男友争吵 为泄愤把菜刀扔出窗外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目前呢周某某涉嫌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名 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该案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咱说这一回坐在派出所里头 该醒酒了吧 咱别喝酒就别耍酒疯 就不管不顾的往下扔这个菜刀 你有没有想过 要是砸到了人 这个后果你能复得起吗 可不嘛 十楼的高度 就是一个鸡蛋砸下去 冲击力那都是足以把人砸伤的 更何况是一把菜刀 这完全就是无视他人安危 说是谋杀 我觉得这都不为过 说的没错啊 就在这个月的十四号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 关于依法妥善审理 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 为有效预防和依法 惩治高空抛物坠物行为 提出了16条具体措施 其中公布了高空抛物 坠物造成严重后果的 可按照故意伤害罪 故意杀人罪来定罪处罚 只有充分认识 高空抛物坠物行为的 社会危害性 并且把它预防和惩治相结合 加强源头治理 依法惩治犯罪 才能全面保护人民群众的 人身和财产安全 说的没错啊